字幕志愿者 杨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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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早晨 欢迎收看星期四早上天文台的天气报告 何俊杰 今早天气比昨天更加冷 寒冷天气警告仍然生效 预计寒冷天气还会维持多几天 大家记得要注意保暖 并且要关心身边的长者 和有长期病患亲友的健康状况 另外强烈季后风讯号 和红色火葬的检验警告也是生效 首先看6点多的时候 各区的气温 市区大约在10度左右 而身价普遍只有8至9度 各区的气温比昨天同一个时间 再低多2至3度 接着看大范围的卫星云图 今次遭到云大覆盖着华南沿岸 不过云层不算太厚 预计日头仍然会见到阳光 而电脑的云波就显示 和冬季季后风相关 图上用蓝色显示的冷空气 会在未来几天 直至到圣诞节 继续笼罩着华南 我们一周晚的天气仍然会几凍一下 今日详细的天气预测 预计会是早晚寒冷 大致多云和干燥 日头短暂时间会有阳光 最高气温大约会是14度 吹和缓至清净的北风 而离岸和高地会吹强风 至于展望方面 预计未来两三日和圣诞节 早晚持续都是寒冷 天气干燥 明天冬至市区最低气温仍然在10度左右 而身价会再低几度 我们预计气温要到下个星期 随着季后风缓和才会稍微回升 这一节的天气讲到这里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